明尼蘇達大學心理學研究員 明尼安·哈澤德指出 最好的運動是能夠融入 每個人每天的作息規律 並提出四大建議 建立運動習慣 第一 分散運動時間 世界衛生組織 建議成年人 每星期進行150-300分鐘 中高強度運動 或者是75-150分鐘劇烈運動 這樣才能夠維持身體健康 拆除開來 大約是每天踩單車20分鐘 或者是每星期跑步3次 每次25分鐘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運動和營養學教授 諾雷塔迪皮特·羅建議 每工作1小時後 活動2分半鐘 也可以採用每半小時 小休息一下 每2小時活動多一些 這樣有變化的方法 體育活動與健康雜誌的研究顯示 分散活動方式 與每週固定上健身房運動150分鐘 是同樣有效 第二 週末固定運動 美國醫學會雜誌的研究顯示 週末固定一個時間運動 對延長壽命 降低患心臟病 癌症的風險 一樣有效 醫學與科學 與運動與鍛鍊的研究 指稱每週劇烈運動 至少150分鐘的人 早忙的風險 比其他人低 60%至69% 但是這些活動量 是集中在週末 還是平時分開進行 效果是沒有差別的 第三 與同伴一起運動 生物快報研究發現 團隊一起活動 隊員對疼痛的內受力 比單獨練習會更高 這個講明團隊活動 對健康的效果會更好 第四 放鬆的心態運動 明尼蘇達大學 心理學研究員 布萊爾·伯內特說 不要給自己固定一種運動的觀念 不要因為達不到運動目標而氣餒 最重要的是選擇自己喜歡的 適合自己作息安排的活動